他是帮助山王连续称霸的冠军教练 虽然年纪比高头田刚他们小得多 但他的执教水平早已经倾出于来 只可惜遇到了神医般的安息光益 最终将他和山王拉下神坛 本期冠狼高手人物制 我们就来聊聊 作为长相酷似仙道舅舅的唐本武郎 唐本是一位优秀且非常有特点的教练 出登场时给人一种专注严谨 冷静沉稳的形象 每当要认真起来或者有些紧张的时候 就会半蹲在休息区的长盾前思考战术 当战况有力的时候就会坐在长盾上 这有点像火影里的鹿岸 在剧情点之前 唐本就已经带领山王连续三年多的全国冠军 这从侧面也证明了唐本的执教水平 尽管山王本身拥有许多天赋异禀的球员 但要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就离不开教练平时的训练 以及临场的战术布置 同时教练对待比赛的态度也很重要 哪怕手里都是王炸 哪怕对方是初次进入全国的C级球队 唐本仍然要求所有人高度重视 并不是针对湘北 而是对待所有球队皆是如此 除了到场观看对手比赛 他还提前搜集了其他相关资料给队员们研究 甚至还找到网界队员打了场训练赛 正如向天弥生看到的那样 唐本不打算给对手哪怕1%的机会 这种从不轻敌的心态 深深影响了每位球员 所以申金才会在训练赛后 要求再看一遍录像 当然针对湘北的阵容 唐本的心里早有了些看法 他让深金利用身高优势 尽量多在攻城头上取分 对于两年没打球的三井 他看出三井体力不济的弱点 于是叫一字昌对其死缠难打 尽快把三井的体力耗尽 而这个策略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后面再说 不管怎么说 唐本和山王至少做到了 在战略和心态上没有侵蚀对手 想必这也是山王尝胜的法宝之一 隔天山王将最佳的状态带入到比赛 虽然一开场被攻城和一木来了个下马位 但深金很快就用进球稳定了军心 接着就说到唐本防守三井的策略了 显然他没有意料到 三井会成为开场的主攻手 而他用一只仓针对三井的战术 表面上看是非常失败的 三井身高184 一只仓只有171 两人巨大的身高差 就导致一只仓很难限制对方得分 开场不到三分钟 三井就得到九分 或者一次助攻 但其实唐本早就想到了这种情况 他被一只仓上场的目的一开始就说了 是为了消耗三井的体力 而不是限制他得分 在下半场刚过去五分钟的时候 三井的体力已经达到崩溃边缘 这么来看 唐本的策略其实是成功的 只是他不知道 这将成为三井打开外挂的必要条件 出于对伤亡未来的考虑 唐本在上半场换上了菜鸟小和田 在看到他单吃樱木的场面后 唐本果断改变战术 以小和田为进攻中心 这说明唐本还是没有把 明目见经重的湘北放在眼里 如果这是决赛 或者对方是海南这样的球队 我想他断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不过也能够理解 一支多年未尝败机的冠军 怎么可能会想过首轮败北这样的事 由于这次练兵 尚旺竟在半场落后湘北两分 当然这点劣势也可以忽略不计 中场布置的时候 唐本就下令要在三分钟内分出胜负 果然当尚旺拿出真本事的时候 湘北的队员一下就慌了手脚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尚旺就将比分拉开十四分之多 安西只好赶紧叫暂停 重新布置战术 唐本则叫队员不要松懈 要趁势全力拿下比赛 看台上的名棚教练肯定了唐本的做法 士气高涨的伤亡 一路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4分 这时安西用掉最后一次暂停 细心引导一阵之后 让櫻木重新披挂上阵 此举让唐本不解 从他看来湘北想要追回比分 几乎只能依靠外形的三分 而湘北三分最强的三井 早在上半场就被他做了手脚 害不擅长投射的櫻木上场究竟有何意义 截下去的五分钟 櫻木告诉了他答案 由于天才櫻木的活跃 三井的外挂被激活 湘北内外开花 同时防守也坚弱盘石 很快两队的分叉就回到了10分以内 当然唐本也不是泛泛之辈 通过这几分钟的观察 他终于发现了櫻木是扭转局势的关键 于是让全国第一的中锋和田牙齿改防櫻木 另外用小和田换下已经被櫻木影响心智的野边 这种改变很快就取得了效果 櫻木被限制篮板后 湘北得分的势头逐渐停滞 再加上黄牌泽北终于爆发 湘王再度将分叉拉到19分 此时距离比赛结束 仅剩下5分钟 胜利在旺 唐本终于按心坐回凳子 可随着刘川峰的觉醒 屁股还没坐热的唐本又紧张起来 利用对位小和田的优势 赤木连得6分 三井凭着毅力命中3分 刘川峰强势单打得到5分 在3分钟的时间里 湘北总共得到14分 湘王一分未得 这期间唐本非常纠结 要不要叫暂停 最后他选择了信赖自己的队员 直到局势已无法控制 唐本才叫了暂停 这次暂停 唐本再度让队员进出全场紧闭 这种大胆又激进的战术 让安心和高头也有些意外 但就像身都是灵眼的那样 见识过一次的招数 已经不会对湘北再起什么效果 反倒是全员开挂的湘北将比分反超 最后18秒 为了不给湘北换人的机会 唐本没有用掉手里的暂停 可正是这个被他认为已经没用的阴木 亲手终结了伤亡的夺冠之路 或许赛后唐本会后悔 早知道就让他们换人就好了 可惜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要 比赛结束 唐本带着弟子们离开 同时还鼓励他们 今天的失败将成为明天重要的财富 我想这句话唐本也是对自己说的 纵观唐本我狼的所有戏份 可以看出比赛虽然输了 但他仍不视为一位优秀的教练 比赛前不交不造 比赛中观察敏锐 沙发果断 比赛后安慰照顾队员情绪 只是他离省一般的安息 仍然有一定差距 最明显的就是对待黄牌这件事上 在湘北连坠14分的时间段里 哪怕看到泽北在场上已经上头 无脑单打 唐本依旧选择信任 或者说放任队中的黄牌 如果相同的情况换成是安息教练 相信早就在苗头不对的时候 喊暂停了 而泽北这种完全不顾团队的打法 是安息眼中不会被允许的 因为他曾对谷则说过 球队不是为了理而存在 相反你应该为了球队而存在 除此之外 或许是因为唐本年纪上轻 资历略浅 他时常会惊讶于对手的表现 这点在安息的身上从来没有过 最后因为伤亡极少遇到逆风的情况 所以唐本会缺乏打逆风球的经验 同时还会有些过于自信 如果在最后一次布置的时候 唐本没有选择激进的全场紧闭 而是常规的控制比赛节奏 尽量拖延时间 或许湘北根本没有机会扳平 总之 在经历了这次失败之后 相信唐本会总结教训 有所收获 跌倒一次不可怕 只要还能站起来 可以终将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